Dread out 生猛有力突破你的恐懼極限 夏莉的變金攻防 雙女主角編織的黃昏海洋物語 ACG大百科決戰富士山 2D格鬥遊戲的鼻祖 強作玩透透偶像大師One for All 帶領偶像邁向國民天團寶座 精采內容竟在巴哈姆特電玩瘋 HELLO 各位玩家大家好 歡迎收看巴哈姆特電玩瘋 我是Pony 熱門線上遊戲新龍之谷 最近在手機平台上面推出了新作品 新龍之谷大富豪 不知道大家玩過了沒有 那除了手機遊戲之外 廣售大家喜愛的龍之谷 也要拍攝成動畫電影囉 而且他已經宣布在7月31號的時候 就會在中國首映了 龍之谷之黑龍崛起 他是三部曲系列裡面的首部曲 那劇情主要是在講說主角 他和遊俠 弓箭手還有牧師等等職業角色 一起冒險 然後一起打倒邪惡黑龍的故事喔 那雖然在電影裡面和遊戲裡面 他的風格是不盡相投的 但是呢其實看起來是相當的有水準喔 當然啦更重要的呢 就是大家可以在大螢幕上面 然後看到自己喜愛 然後熟悉的角色呢 用更靈活更流暢的動作 大顯身手了 那本週還有哪一些已經上市的新遊戲呢 一起來看新Game 報到 最近頻頻推出的恐怖遊戲 琳瑯滿目 而這一款看似日系風格的Dreadout 可是由印尼獨立工作室 Digital Happiness 製作的 因此啊 遊戲當中充滿了很少見的印尼色彩喔 故事敘述一群高中同學與老師 趁著假期一起出遊 卻因為迷路而誤闖荒廢已久的小鎮 並且發現小鎮當中似乎有種邪惡的力量 而我們是有神秘靈力的女主角Linda 要想盡辦法拯救同學們 避免被邪惡的力量荼毒 玩家們 唯一的武器就是女主角手上的智慧型手機 當碰上葛魂糾纏時 遊戲畫面會變成紅色 這個時候得趕快拿起手機畫面 來尋找四周 使用照相功能擊退邪惡的鬼魂 手機不僅僅是用來攻擊的武器 遊戲當中還必須時常透過手機上的照相機功能 才能夠找到隱藏的謎題或躲在異空間的鬼魂 Dreadout有著對於未知的恐懼與恐怖的氛圍 而特別的是 當你現在購買這款遊戲之後 會發現怎麼玩一玩只有第一張 其實製作團隊會陸陸續續將之後的章節更新上去 而已經購買的玩家 未來都將可以免費下載喔 以經典名作《洞窟物語》一戰成名的獨立開發工作室 Studio Pixel 終於在眾多玩家硬硬期盼之下 於 PC 與 iOS 平台上 推出了全新的 2D 橫向捲軸動作遊戲 Killow Blaster 囉 這次的主角是一隻能夠雙腳站立的上班族青蛙 因為接到上司的命令 所以要前往各種風格迥異的大地出差 PC 版是使用傳統的鍵盤操縱 至於 iOS 版就是用螢幕上的虛擬搖桿來玩 方向、跳躍、再加上射擊 按鍵就只有少少這幾個 雖然看似單純 但如果不能夠靈活運用 可是無法在危機四伏的職場上生存下來喔 雖然說一開始青蛙兄的手上 只有一把弱弱的小槍 不過隨著關卡推進 他也會從魔王身上A到不少好康的武器來用 如果有哪一把用的特別順手 就把平常打怪存下來的加班費 通通砸下去升級吧 Kill of Blaster 和洞窟物語相比起來 降低了探索的比例 往更純粹的動作過關遊戲進化 同時也保留了點陣圖畫面 與8bit 音樂所營造出的懷舊氛圍 相信不論是任何世代的玩家 都能夠在本作當中找到樂趣喔 以風火連天的三國為背景 千軍破二承襲了前作的特色 還提升了策略的多變性 而大型多人國戰系統 更讓玩家體驗戰鬥的磅礡氣勢 玩家一開始可以選擇 技兵 鎮士 軍師與武技等四種職業 此外還能夠利用招顯館 廣納人才 武將的類型 技能 兵種與戰法配置等等 都是影響戰場勝負的重要因素 該如何搭配 就考驗玩家運籌帷幄的功力喔 而除了開拓疆土之外 也別忘了適時經營內陣 畢竟資源與民心才是鞏固軍力的最有力後盾喔 另外銅雀台中也藏了許多歷代清晨美人 藉由侍奉武將還可以提升經驗與各種能力喔 遊戲當中還有沙場點兵 武將尋游 與手弱彈食等許多特殊的玩法 等著玩家們來一一挑戰喔 各位喜歡英雄聯盟的粉絲們呢 你有想過如果不是用推塔的方式 而是讓各位英雄們呢 用一對一拳腳對決的方式 將會是什麼情形呢 國外呢 就有一群英雄聯盟的粉絲 用他們的專業以及熱情 打造了一款叫做 鬥士聯盟的2D格鬥遊戲 裡面呢 除了人物之外 他每個英雄的格鬥技能呢 都和英雄聯盟裡面相呼應喔 那製作團隊表示呢 這款遊戲呢 絕對是非營利性質的 製作完成之後呢 就會放在PC上面讓大家遊玩了 哇 各位英雄聯盟的粉絲們 聽到這個消息之後呢 是不是很想趕快玩玩看呢 那本週還有哪些未上次的遊戲情報呢 一起來看Hungan預報 由捷克的年輕小公司 King Software House 製作 至今仍然在開發中的 太空工程師 Space Engineers 自從2013年年底 在Steam上以付費預定 就可以搶先體驗的方式 釋出至今7個月以來 已經賣出了超過50萬套 這個探似平凡無奇的小遊戲 又還只是Beta版 為什麼可以吸引這麼多玩家 一起向未知的宇宙探索呢 太空工程師是一款太空主題的沙河遊戲 有一點點像把當個創世神搬到宇宙的感覺 要你在這個浩瀚無垠的空間發揮創意 不過在大家可以著手探索和建造之前 可要先克服外太空最大的問題 那就是這裡沒有重力唷 先熟悉控制方法 搞清楚上下左右 和怎麼順利移動之後 就是時候來建造你自己的太空國度囉 玩家們可以建造三大類物品 分別是太空站 大型船艦和小型船艦 另外遊戲也分成創造模式和生存模式 甚至提供玩家們 隨時自由更改模式的選項 在創造模式當中 玩家們有無限的資源 而且可以運用對稱模式 來快速的建造複雜的形狀 生存模式當中則要靠採掘礦礦石、原物量 並且加以提煉之後才能夠製作出零件 從零件再製作出物件來 還有一種方法 就是回收飄在宇宙的廢棄船艦 再帶回家拆解出零件 而生存與創造模式的 另外一個不同之處 就是建造物件的時候 需要帶著那個物件需要的零件 並且花時間把它們焊上去 製作所花的時間會更長 不過也更有成就感 你說是不是呢 船艦的設計也是相當花腦筋的喔 要先決定有什麼功能 內裝怎麼配 和熔爐、供電量等等的問題 再加以美化 而太空工程師也支援多人連線 不管想要一起施工 蓋宇宙船 還是要競爭較量 這裡都是你剛朋友 一起實現科幻夢想的最佳原地喔 既大地與天空之後 黃昏世界的第三部曲 夏莉的煉金工坊 黃昏海洋之煉金術室 終於宣布 要在今年的七月中旬推出囉 和上一代的天空相同 夏莉的煉金工坊 在劇情上採用了雙主角制 大家將要從夏莉斯提拉 她與夏莉羅蒂這兩名少女之中挑選出一位 體驗她的日常與冒險 追逐潛藏於心中的夢想 接著與另外一個自己相遇 共同前往傳說中的黃昏之海 至於這一路上該做什麼 該以什麼為目標 就通通都交給新系統 生活課題來決定囉 主角心中 想做某件事情的想法 將會直接變成課題 大家在遊玩的過程當中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風格來執行 舉凡優先推進主線劇情 到廣闊的原野地圖上採集素材 和夥伴一起在戰鬥中 使用爆發模式來痛載敵人 或者是運用更加喜戀的調和系統 來製作仙丹妙藥 這一切通通都認真挑選囉 究竟這款Goth 20 周年的紀念作品 會帶給眾多煉金粉絲什麼樣的驚喜 就請大家拭目以待吧 網羅勒魔獸世界 一成餘生 城市英雄等知名大作研發人員的 科幻線上遊戲 狂野之星 在大規模的工作之後 準備正式在歐美推出營運囉 遊戲的劇情 描述在宇宙之間 尋找可以建立家園的流亡者 與四處征服的統治者 兩大陣營在Nexus行星上相遇 因而展開壯闊的冒險故事 職業方面有戰士 潛列者 醫護兵等六種職業 除此之外 還要再選擇探險者 科學家等四種特殊的山崖路線 像是探險者 會接到許多探索未知地圖 登上高山架設衛星設備等等任務 而生涯路線 也擁有獨立的等級和技能 賦予角色在戰鬥之外 更多不同的玩法喔 遊戲的戰鬥系統 相當要求操作技巧和反應速度 除了角色的技能 都有特定的範圍類型之外 敵人的特殊攻擊 也會明確的顯示出傷害範圍 這個時候就要快速判斷 該使用控場技中斷對方攻擊 或者是使出閃躲動作來避開傷害 越強的敵人 會有更多不同類型的特殊攻擊 甚至同一個技能 也會有多段的變化喔 採用願廢至營運的狂野之星 預定6月3日在歐美上市 喜歡美式科幻風格線上遊戲的玩家們 不妨來嘗試看看喔 ACG大百科 絕戰富士山 2D格鬥遊戲的鼻祖 遊戲界裡面呢 有很多知名的製作人還有工作室 那他們的作品呢 多半都會有一點點共通點 像是刺客教條呢 它的遊戲概念是傳承自波斯王子 而波斯王子呢 則是繼承了絕戰富士山裡面 很多重要的元素 哇 講到絕戰富士山 相信有很多資深的玩家呢 眼睛會啪 為之一亮對不對 嗯 那這個作品呢 它其實是在20多年前呢 是在Apple 2電腦上面推出的作品 那其實早期的作品呢 並不會像現在的人物一樣 就是動作非常的靈活 但是啊 它在當年呢 可以說是 拳腳格鬥對戰遊戲裡面 最知名的作品喔 而且呢 即使它沒有雙人對戰的功能 但是啊 它還是當年就是格鬥遊戲的先驅之一 而且呢 其實在近幾年 也可以看到很多它的復刻跟重製的作品 哇 就可以知道它的重要性了 那到底 《絕戰富士山》是一款什麼樣子的遊戲呢 趕快來看本週的 ACG大百科 說到最早的動作格鬥遊戲 許多玩家們第一個想到的 應該都是Capcom在1987年推出的快打旋風吧 不過其實更早之前 在Apple 2電腦上 就有一款相當熱門的格鬥遊戲喔 那就是由知名遊戲製作人Jordan Magner 於1984年 他還在耶魯大學念書時 自己在寢室裡所打造出來的 《絕戰富士山》 因為遊戲當中 都是以空手道的方式來決鬥 所以也有人直接稱這款遊戲為 《空手道》 遊戲的流程很簡單 就是一個接一個打倒擋在路上的對手 最後擊敗頭目Akuma 救出公主Mariko 以現在的標準來看 《絕戰富士山》一點也不起眼 甚至一個不小心跑過頭 來不及停下來敬禮的話 還會被一擊必殺 這樣的設定 現在的玩家們一定也很難以想像 不過要是以那個世代的標準來看 《絕戰富士山》的人物動作 可說是異常的出眾 一拳一腳就像是真正的空手道動作一樣 這樣流暢真實的動作 就是他當年會大受歡迎的最大原因 而這個優點也被Jordan Mekner帶到他的下個作品《波斯王子》之中 這樣子玩家們就知道為什麼《絕戰富士山》的人物動作 有些似曾相似的感覺了吧 除了真實的格鬥動作之外 遊戲還有一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有趣內容 像是在某些場景中 玩家要對戰的不是人類格鬥家 而是最終頭目所豢養的獵鷹 而另外一個更有趣的橋段 就是當玩家打倒最終頭目 準備解救公主的時候 要是沒有解除戰鬥狀態的話 可是會被公主一腳給踢倒的喔 除了Apple 2電腦之外 《絕戰富士山》後來也在DOS 以及任天堂等平台上推出 甚至現在在手機上 也找得到複刻版的作品呢 除此之外 2012年時《絕戰富士山》 也在PS3、XBOX 360 和 IOS 上推出 3D化的重製版本 在相隔28年之後 還有這樣的作品推出 由此可見它所代表的經典地位喔 強作玩透透偶像大師One for All 帶領偶像邁向國民天團寶座 《偶像大師》的最新系列作 《偶像大師One for All》 在下個禮拜正式的推出了 那玩家們呢 一樣在遊戲裡面要扮演製作人 然後帶領自己情下的偶像呢 一步一步的邁向巨星之路 那這次遊戲呢 有一個很大的賣點 就是有一個玩家沒有辦法操作的角色 林茵 那它是一個呢 就是一出道就登上巔峰的完美偶像 哇 可以說是呢 系列作有史以來最強的對手了 那為了這個角色呢 製作團隊非常的用心喔 還請到了重量級的聲優 茅圓十里來幫它配音 哼哼 想知道 這個角色它在遊戲的表現 到底是怎麼樣呢 而且想知道 《偶像大師One for All》 到底有多好玩嗎 趕快來看本招的搶作完透透 成為一名 在舞台上閃耀的偶像 是所有女孩心中永遠的憧憬 而挖掘出女孩們潛藏的才華與能力 並且引領她們一步步朝向夢想前進 就是身為一名製作人的職責與浪漫囉 橫跨了大型機台 家用主機 掌機和手機等多個平台的 《偶像大師》系列 以讓玩家擔任製作人 將美少女培育成為頂尖偶像的特殊玩法 加上全平台總數超過200名 各局不同屬性特色的萌角色 風靡了千萬玩家 堪稱是日本最火紅的虛擬天團 在睽問了三年之後 系列最新的正傳作品 偶像大師One for All 在上週於PN3上隆重登場囉 相信各位資深的producer 都等不及要再次大展身手 帶領旗下的美少女團體 挑戰超級偶像的寶座了吧 以嶄新的夢想再度上演 為遊戲主軸的One for All 故事的時間設定上是比前作二代 還要早一點點的平行世界 玩家是剛結束半年實習的菜鳥 將正式接下製作人的重任 並遵照社長的指示 要從765事務所所屬的美少女偶像中 挑選三名精英 組成新團體正式出道 One for All 的遊戲系統 基本上延續了二代的簡潔特色 玩家可以對培育中的團體 下達宣傳營業 能力訓練 試鏡等指令提升偶像的能力 或者是砸錢舉辦大型的演唱會 舞台對決等活動來獲得人氣 而在角色的培育上 則新增了等級要素 隨著等級提升 各個角色還能夠學到各種實用的技能 而One for All 與過去最大的不同 就是捨棄了以往系列中時間限制的做法 雖然在遊戲當中 一樣是以登上偶像未接頂點的S級偶像為目標 但即使達到目標之後 玩家依然可以繼續培育喜歡的偶像喔 在這邊也有個好消息要告訴玩家 由於這個時空中 同公司的另外一個團體龍宮小丁尚未成立 所以包括了伊芝、雅美、紫等人氣偶像也還沒出走 所以玩家們終於又可以玩到全部13名角色的劇情囉 更特別的是 除了家機版歷代765事務所的角色之外 連3DS版的876事務所 手機版灰姑娘女孩 百萬演唱會的角色們 也有機會在遊戲當中出場客串 甚至在劇情當中 還會出現一名名為林茵的頂尖偶像 成為玩家即將要面對的勁敵 而這些角色 可都還有個別的專屬主題曲喔 還不只如此 本作要給玩家最大的驚喜 就是稱為All Star Life 的超大型演唱會囉 只要在遊戲當中達到固定條件 玩家就能夠舉辦一場動員765事務所全體偶像的活動 實現一往系列中沒有的夢幻共同演出喔 看到自己辛苦培育的偶像全體出動 齊聚一堂同心表演 各位Producer 是不是都要流下感動的眼淚了呢 可愛的Tiny Dice Dungeon 是一款玩法獨特的RPG 攻擊方式是由指骰子來決定的呢 完完全全的講求運氣 還有不同屬性的骰子可以收集以及運用喔 不過這指骰子的方式可是大有玄機 因為可以無限往上累積點數再一次攻擊 但是累積途中萬一只出1這個數字的話 就會前功盡棄 失去一次攻擊的機會 所以啊還是不要太想賭一把 老老實實慢慢打比較好囉 遊戲廠商Smart Education推出了一款針對小朋友設計的節奏遊戲 就是這款有黑色幽默又可愛的美式風格塗鴉 十分搞怪的Goku Zombie 遊戲玩法是抓準時機點擊觸碰落下的塗鴉音符 而曲目都是經典名曲改編 每首有三種難度 一開始能夠免費遊玩兩首 玩法雖然簡單但也很有挑戰性 等級3的難度還會出現三行的譜面 難度可是越來越高喔 結合消除方塊與RPG要素的Horde of Heroes 只要把三個相同方塊移動在一起就能夠消除 玩家可以選擇多種樣貌的角色來當主角 也有很豐富的外觀裝備可以收集 特別的是每個關卡的過關條件有所不同 像是要讓特定的方塊落至最下層 或者是在有限的移動次數內消除特定方塊等等 充滿挑戰性的多樣玩法 總是讓人想繼續挑戰下去喔 老套的拯救公主戲碼 配上多到氾濫的跑酷玩法所產生的這款作品 Helpless Hero 卻是一款相當獨特又有趣的遊戲 遊戲採用2D橫向捲軸的方式 讓玩家一層層的往塔頂前進 中途會有各種機關陷阱 一不小心踩了個空 或者是實際沒抓準就會一命呜呼 路途中會隨即出現各種藏有特殊造型的寶箱 讓每次挑戰都有機會得到新收穫 多讓連線模式也是十分有趣 看一群玩家前鋪後繼的往前推進 感覺實在是十分歡樂呢 廣獸喜愛的線上遊戲龍之谷 在手機上推出新作品 新龍之谷大富豪囉 結合了大富翁的玩法 玩家可以購買原作中的各個巢穴 向停留在上面的其他玩家收取過路費 並且還會有各種奇特的魔法卡片和地圖效果 讓玩家遭遇到許多意想不到的突發狀況喔 此外遊戲也結合了角色卡片的系統 讓玩家可以使用龍之谷中熟悉的角色來進行遊戲 並且藉著合成和強化 加強這些卡片的屬性喔 Mobfish Hunter 雖然是一款和與與有關的遊戲 不過可不是用魚竿安安靜靜的釣魚 而是使用各種高科技的武器 千里佔據海洋的變種魚類喔 遊戲使用陀螺伊控制的玩法 在一開始炸彈下沉時 盡可能避開魚群往海洋最深處前進 當碰到變種魚或是抵達最深處之後 就會切換成獵魚模式 這個時候不僅前進的方向變成往上浮起 也記得要用炸彈盡量獵殺魚群喔 悠閒世界術以大家都很熟悉的北歐神話作為故事背景 只不過在人物設定上動了點小手腳 以往骁勇善戰的眾神們通通變得搞笑又脫力啦 自稱為正統派的RPG的悠閒世界術 採用了 ATB 制的戰鬥系統 當角色跑到時間軸的最右方時 就會自動進行攻擊 而攻擊之後累積來的能量 可以發動補血或是全體攻擊等等的技能 所以這發動時機與該帶什麼角色上場 就是菜鳥女武神能不能夠讓搞怪上司滿意的關鍵囉 在這個殭屍沆行的年代中 每個遊戲裡總得要殺上幾隻殭屍 只不過用電擊它來殺你就沒玩過了吧 動作塔防遊戲Barbarian 雖然我們操縱的野蠻人英雄 沒有辦法直接攻擊不斷來襲的殭屍 不過它可以消耗音符來呼叫身懷絕技的跟隨者 讓他們殺敵 並且適時高歌一曲 為隊友上個攻擊力或是跑速的BUFF 只不過遇上了BOSS級的殭屍 就要記得高超的走位 才是存活下來的唯一方法喔 看到這個畫面是不是有點熟悉呢 不過這可不是創光速戰技喔 Unpossible 是一款超難的高速迴避遊戲 玩家們要在一根沒有終點的管子上不斷的前進 抓準時機左右晃動手機來進行閃避 一路上會出現許多障礙物阻礙玩家們的前進 如果不小心碰到就算失敗 不過只要玩家們能夠存活60秒以上 遊戲就會開啟新的難度讓玩家們自虐喔 除了一開始最簡單的Simplicity 後面還有Futile 和難到爆炸的Ultra難度 有自信的玩家們不妨來試試看 這款天旋地轉的自虐遊戲吧 下個禮拜電玩瘋將要為大家介紹眾所矚目的超級大作 看門狗 玩家們千萬不要錯過囉 要是你喜歡我們介紹的內容 請記得在YouTube中訂閱我們的節目頻道 就不會錯失每個禮拜的精彩節目 也能夠在第一時間看到最熱騰騰的遊戲新作介紹囉 巴哈姆特訂完瘋 我們下個禮拜見囉 Bye